前面我们学过了红磷燃烧,木炭燃烧和硫的燃烧,都是非金属的燃烧,那么金属能不能燃烧呢? 在生活中,我们见过金属的燃烧吗?比如我们见过铁燃烧吗?我们只见过铁丝烧的红热,但是并没有燃烧,我们可能得出结论金属不能燃烧 但是这个结论正确吗?让我们来做个实验,小瘦子把铁丝放入一瓶氧气中 他看到铁丝剧烈燃烧,火星四射,发出大量的热,并且有黑色的固体生成 这是铁和氧气在点燃的条件下反应,生成的四氧化三铁是黑色固体 可见金属是可以燃烧的,铁丝为啥在空气中只是红热,而在氧气中却能火星四射呢? 这个反应在纯氧中才能发生,而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并不够 我们的小瘦子为了做这个实验也是很拼的 首先,做实验之前要用砂纸打磨一下铁丝 这是为了除去铁丝表面的铁性 其次,同样长度的铁丝,这是直线型的加热效果 这是螺旋型的加热效果 所以要绕成螺旋型,可以增大受热面积 然后呢,它需要把铁丝点着 铁丝在空气中点不着,就不能带个打火机到机器瓶里 于是,下面那个火柴就相当于是帮铁丝带了个小火苗进去 然而,火柴燃烧也消耗氧气啊 所以机制的小瘦子,让火柴在空气里面烧的差不多了 再伸进去,这样就有尽可能多的氧气,可以和铁反应 最后,你看这个瓶底也有水 这是为什么呢? 生成的黑色固体温度非常高 如果直接落到瓶底,会导致瓶底受热不均,最终炸裂 所以瓶底应该放少量的水,或者铺一层沙子 防止生成物溅落,引起的瓶底炸裂 说了这么多,来总结一下 铁在纯氧气中才能反应 剧烈燃烧,火星四射,发出大量的热 生成黑色固体 铁会氧气反应条件是点燃 生成四氧化三铁 实验前,铁丝要打磨除锈 要绕成螺旋状,要用火柴引燃铁丝 瓶底放水或沙子 你都记住了吗 咯咯哒